橙物用品金元这么贵 第一个 搏圈 LV啊 是的 为什么狗要带个LV的搏圈 身份的象征 狗要什么身份啊 就是王可可童话 对不起 活得还不如一只狗 一万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就很便宜 两千 三千两百五十元 我觉得我现在眼界有点太开了 哈哈哈哈 下一个 我 诶 对了 它是会自发热吗 它特别像是电磁炉中间的红圈 什么牌子 南极人 哈哈哈哈 黄金蛋 奢奢大牌 爱马仕啊 对 可鸡席 从无点 一面为腿鸟席 事于东西 一面为透气面料 事于下行 哼 有钱人不如 我们家店子都是一次性的 哈哈哈哈 一万块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八千 五千八百元 下一个 哇哦 LV的 八狗带出门的包 对了 四千 这么大的包 一万 不值 它很大 三万 两万四千七百元 其实性价比蛮高的 诶 你把里面清空一下 也可以装自己的东西啊 对啊 通过那个通风口 人家还可以看得出来 你的包里面空空如也 下一个 我以为是个拖鞋 我都没有看到那只狗 狗家 克 南极人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衣服材料非常特别 由24K金纳米图存 纺织 精神的金方 其材料和工艺 非常的耗时耗力 但没有乱用 谁说没有什么用啊 它可以保护你的狗狗 免受蚊虫 叮咬 脸不需要保护吗 哈哈哈 如果有的选择它 蚊子 应该倾向于 咬人 一万 太敲不起它了 十万 太敲不起它了 十万 你这狗狗多少钱 二十万 你太小敲它了 八十万 八十万是盖板 你我们家的乞丐 生活条件这么好啊 哈哈哈